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钓鱼的事情早几年就有了 但以前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呢 这次主要是网络 包括当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孙中介 现在火辣 在新浪上有博客 在微博上也有博客 好家伙 我发现孙中介也是韩国人的范儿 这个咔嚓和断指 断指明智 他们就要比 打博客就速度慢了 我估计是他说别人行的 都是大家请他去开 就是说这个人 你看这个孙中介 非得要这么极端手段 才能赢得社会的助力 你看孙中介这个人的照片 我觉得看他的面相 这人就是一个不能受屈的人 耿直 耿直 就太冤了 你知道吗 明明是做好人 这是搭人 他们讲有两个事 还有个小白领 小白领 也是就说是有人说要搭他的车 胃痛还说是 说那个人说胃痛 他可怜人家 说有个病人 人家还 那个白领还说我不收你钱 那人说非得给他钱 你说这话 我就想起他们在博客上 还有一个这个 就是韩寒在博客上写这事 我觉得说的有理 说这个 现在这个社会 要是你生病了 或者说家里有急事 需要搭车 说实在的 有人愿意让你上车 是很罕见 现在您不知道 出了一个新的标志 就画有一个人钓鱼上面 然后弄一个进行标志 这样子吗 所以又贴在车上 那上面写的是 什么中风 求医 什么 什么受伤 什么事都不管我的事 不要搭我的车 省了个号 尤其是胃痛 我千万别搭我的车 所以你看 他们给我找这个材料 说这个小白领也是好心 让你搭车 没想到是个钩子 你觉得 学校长 你觉得什么叫钩子吗 就是 就有 有这个钩头 有这个钩子 说是在 有一个当过钩子的 这个这个 就钓鱼 有个当过钩子的是个女的 有个女的跟记者讲 说是一个区域里头 有一个这个钓头 钓头下边呢 大概一般有20个 他手下有20个 这个钓钩 就是说 你啊 钓上一辆这个车 黑车吧 据说黑车 因为咱们前两年啊 搞什么奖金 就是让这个市民可以举报 就是为了查处黑车嘛 你要能举报一个黑车 讲你500块钱 可是这篇报道讲啊 这个钓头讲啊 这500块钱呢 钓头要是钓上了这么一个人 钓头拿200 钓钩给200 另外100呢 是给这个执法人员的回扣 你知道吗 人员也获得利益 所以你就讲这个利益链 才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 我胃疼啊 或者我太冷了 让我搭你的车吧 只要一搭上 还扔下10块钱 你知道吗 扔下10块钱 这个司机就算黑车了 这就像你看 香港警察放蛇 抓那个那个妓女 卖银的 不也是这个吗 只要往下一放下钱 啪气你卖银罪成 那这关键不是说 抓黑车不对 而是说 他其实没有抓黑车 他栽赃给人家 就是说 我看很多 现在大家讨论 还有什么正反方辩论 都在讨论这个执法手段 可不可以这样去钓鱼 那我关心的是 执法目的 他就不是鱼啊 对你执法目的 你用没有达到 你打黑车 这个这样 你是这样一个效果 还是为了你保素囊 比如说吧 我看到有的报道 就是说 他这个 其实我还听他们说 就是他查黑车 是很容易的 因为什么呢 就是在上海呢 一般是在郊区 才有这个黑车 城市里是没有的 只有是说 特别偏远的这个地方 而且就是执法人员 他们其实是有经验的 一看你那个车牌上啊 有的是一些 比如说碗啊 或者什么地方来的 外地车 比较破的 他一看你就知道 你是黑车 但他为什么 他不根据这个经验 来抓黑车呢 这些黑车 给那个钩子啊 交信息费 就钩子 他不去找 这些真正的黑车 他们已经交了 他们的信息费 交了保护费 就所以要促使 你这个钩子 去找新的车 不是黑车的车 这就是一个比较原始阶段的 黑社会的一个性质的 这个链条了 你看黑社会的 他这个 这个钩子的目的 最后他打不到 抓黑车的目的 对 就好像人家说 扫黄扫黄啊 最后他们没有扫掉黄 因为真的黄的地方 他已经交了保护费了 最后他只能栽赃 随便扎一点 莫名其妙 在那里喝东西的人 把你 说你啊 一个女的坐在一边上 你就三倍 其实他的 在这里面 两个问题 一个是手法的问题 就是说 你在打黑的过程 你可不可以用 这样一种手法 这是一个 但现在实际的问题 他最后并不再打黑 他在诬陷好人啊 他用胃痛来诬陷一个 就好像你都问他开车 他人家坐在你车上 然后来抓你说 你开黑车 那这个是 他诬陷好人啊 所以你看 我就是冷酷无情的 我有一次想起来 虽然心里有愧疚啊 但是我觉得 要再来一次 我还这么做 真是像说 有一次我开车 也是有个人 敲我的车门 让我把车门这个打开 老实讲 你想我对这个社会的安全感 我连他是什么事 我都不要听 一踩油门我就走了 所以像这些人 实际上还是心软嘛 所以搭车让你搭车 但是你看 他们说 呃 事发以后 网上发布了一个事主啊 这个事主大概是叫张军吧 有有这么一个事 那就是呃 事主跟执法大队人电话的文字板 你看啊 这个文字板说什么呢 呃 到了那 这个执法大队说 你你你是某某某 他说是的 那这个事情你知道了吗 说这 这位说不知道什么事啊 你非法开黑车的事 然后说 我是私家车呀 我当时去公司上班啊 我怎么是开黑车呢 那大队就说 那个人要上你的车呀 然后这人说 我开始没让他上 他说他胃很痛 就在前面打不到车 叫我帮忙带他一段 然后这大队就说 他说叫你带你就带啊 你认识他吗 这人回答说不认识 但他说胃疼啊 我说我是私家车不带 我是新医院让他上了 然后大队就说 他胃疼关你什么事 这急错 这位就沉默了说 不是说要开世博吗 不是说展现上海市民风采吗 不是要热心对外国友人 施以帮助吗 这位也委屈啊 到后来这小白领就说 那地震灾区捐款捐物 那些人全国人民认识吗 我也不认识 我也捐了 是吧 然后这大队说 你别扯这些 不认识他 你让他上车干嘛 所以那个孙中介 在他那个博客上写嘛 说我以为 说我来上海 觉得上海是一个 充满梦想的地方 没想到上海 是个充满陷阱的地方 所有个小孩都不在上海 这个最关键 最典型的侵犯人权 就是说他的错在哪里 他错在假设 你私家车 你开车 你没权利 让一个陌生的人上你的车 其实这是你的权利 这不管是 假如你收钱 这是你的错 他假如 他卡关应该卡在收钱 这一步 假如一个陌生人上了你的车了 坐了你的车了 最后你收钱了 那你是不可以 那你偶然一次 我们可以原谅 如果你是经常性的 那就是黑车 但是 我 那我跟一个陌生人说话 我跟一个陌生人做什么 关你什么事 这是一个基本人权的问题 所以执法机构在这一步里面 这个我还是 你像我念这个 你看他还是聊 对人心道德 聊雷锋了 你说的就是这个人心道德 你像前几年不还有什么呢 扶个老太太 你不敢扶了 你不认识 你为什么扶她 你为什么凶她 不是你撞了 你为什么扶 对 我那天我还跟人家说 就说到是 在占地的一个什么事情 人家说 哎呀 就在那个地方能帮助人家 后来我就说 没有啊 这个在任何地方都会这样帮人 比如说在就是在国内 你在北京 在上海 说哎不行 我说在上海 可能还真帮不了人 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是对人 就说你还敢不敢信任人 敢不敢帮助人家 真是太大的一个词 而且这种啊 我就觉得这种钓鱼啊 这个就 但你看大家说的这个 这个词啊 就是你知道 他让我联想 可能跟这个事没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某些地方啊 我觉得真的是不宜人居住了 因为生活的感觉啊 是充满恐惧 为什么我们老说 夹着尾巴做人呢 因为啊 就是说啊 他如果是在一个违法普遍的 这么一个地方 你知道吗 最后就变成啊 整你 就是为了整你 对吗 因为 因为他们说了 比如说 系系安全带 我记得那天徐老师还举这个例子 要是说这个 这个这个地域 对吧 谁都不系安全带 但是规定 是要系安全带的 那么你发现没有 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啊 就是说 我想逮谁就逮谁 那我这背后的用心 动机 是什么 这就很难说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徐老师刚才奋笔记书呢 对对对 我想想这个钓鱼 这个产业链呢 他其实说到底 就这些当事人来说 他无非是想出一个方法来赚钱 就这些人 钩子也好 就头也好 他们无非是在现在这个经济的情况下赚钱 可他在赚钱的这条 这条链条 有几个坏处 第一他打不到黑 我们刚才讲过了 因为黑交了保护费 反而他保护了黑 对不对 第二他在打的过程当中 他滥用了这个执法权 对不对 那个公安如果收了他的十块回扣的话 他等于在帮他们 在打击好人 对 而且侵犯人权 他包括你一个人 让一个陌生的人上车 不管他胃痛不胃痛 我看到一个人高兴 在美国不到处有人搭车吗 这个搭车 这是个最基本的东西 我要顺路就让人上车 他居然把这个看作是你犯罪的证据 这个是第二 第三个就我们刚才讲 最坏的就是破坏这个公众的 这个人心之间的一个基本信任 基本信任 我告诉你一件 我自己亲身碰到的事情 你知道这个前些年 我过罗湖关的时候 总有很多人想着 你们都会碰到过 有人跑来跟你说 他没钱了 他到这里旅行 让你弄个合饭钱之类的 对不对 有的长得很像样 有的编很长的话 也可能是真的 我通常都害怕不理 跟你一样 就有一次我是不能不理 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的 跑在我边上 开始讲的话是一样的 就是说 我们到这个地方 我们没钱了 我们现在 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饭钱 或者怎么样之类的 我开始都没仔细听 后来呢 我回头一看 他因为说他跟他儿子一起来 我回头一看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的 在他跟我说话的时候 大概几米外 站着他儿子 十七八岁的一个男孩 特别尴尬的那个表情 我当时震动啊 我心想 什么样的爸爸 会做这样的事情 儿子十七八岁 最需要父亲形象的时候 你就受委屈 你也自己去受委屈 当着儿子的面 问人家要一个合饭的钱 这个父亲 还戴着个眼镜 看上去 还就是一个内地的 他是真的需要 那我不知道 但是当时我一看 他儿子那个表情 那个儿子的表情 就是非常丢脸 就是 尊严 我当时我就非常非常难过 就那次 所以那次我这样破例的 我就拿出二十块钱 就给他了 就摘掉走掉 但是呢 这件事情我就忘不了 尤其他儿子这个表情 所以回到香港以后 我就跟朋友聊天 讲起这个事情 我就一直说 我说现在 我说这太惨了 对这个儿子来说 他这个父亲的形象 对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掉 等等的这类事情 香港的朋友说 你上当了 人家是表演 表演 他说人家是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表演 小孩残疾表演 瞎演唱歌表演 对不对 后面都有一个操控 你就有勾手跟调主 他说他们表演 我又他一讲表演 那对我又是更大一个打击 我就想 这能这样表演吗 这个我 据我当时的判断 我觉得那是真的 就是说他跟我说 哎 你天真 现在要犯各种 就是这种就是专门针对你这种 人道主义者 你这种多情善感的人道主义者 对你讲别的断手指 断手臂都没用 就这么来一招父子情 你就被感动了 你就给钱了 回来以后 我一直这件事我想很久 我一直在想 到底是哪一个呢 我后来碰到好几个朋友 我都问 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你 我说你们说是哪一种可能 他们最后的结论都是说 哪一种都很惨 就是说要是他是表演的话 那这个社会可以做到这样的这种 环视不公 但要是是前面那个呢 我后来想了一篇题目 我想这个事情 我将来要把它写出来 这叫背影之续篇 背影 就是轻的那个 以前的背影是看着父亲 爬过铁路竿 捡橘子 儿子眼泪出来了 现在要是真是这个儿子 看到父亲 在这样的情况下去 问人家要喝饭钱 妈的背影 徐老师文学教授 是是是 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种 这种 义军怎么说 我这次看到 其实在整件事情里 我在想这个媒体扮演的一个角色 你是发现没有 这件事情就一出来 媒体很命的揪啊 就是大家似乎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限制 或者怎么样 把这件事情就揪到底 一直在说这个事情 所以也反映出我们现在对某一些民众极其憎恨的事情 也是深度去报道 敞开来报道 大家就说这个民 民怨要及时表达出来 第二个呢 我说到这个媒体 我就想到 说这个传媒有时候也是不择手段的 比如说咱们说这个钩子的事情 我在想这个报道当中就有没有钩子行为呢 那摄像机放在包里 等等吧 你包括像这个美国啊 911以后 大家去检验他这个反恐措施的嘛 有的美国记者自己弄一个炸弹就上飞机 或者是有人什么呢 他们检验 就是说那个油不是可以来练那个大 就是大根膜那个杀伤性武器嘛 有人拿这个瓶油 就负油是可以去练的 那么瓶油跟他的放射性质是一样 但他没有害处啊 他们拿了15公斤这个瓶油 从印尼的雅加达 装了一个箱子一直运到美国 我就检验我一路能不能运到美国 可以运过来 那么这件事情在就是全美社会 也是大家大讨论 就说你怎么可以这个记者 你假扮你是这个恐怖愤怒 你这样来运这么一个东西 对美国的安全去构成这样一个危险 但是有就是他有一点 这个记者他们整个策划这个报道的时候 他这个方案上报给他们这个电视台 咨询了法律顾问 他有特别的法律顾问 他知道他可以这样做 而且他最终的效果跟目的是什么呢 提高了警戒级别 将来你再用这个油一定是通不过了 这个故事说明很多 你讲的这个我觉得非常意味深长 而且针对中国社会 就是啊 就像我们说过程比结果重要一样 其实这个手段呢 比目的更重要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那天呢 在这个一个电视上看一节目 就说公安破了一个诈骗案 这诈骗案呢 就说是什么呢 就发那种欺骗信息 说呀 只要你给我钱 你给我一个电话号码 手机的号码 我可以复制他的手机卡 这样呢 你能听到他这个手机啊 所有跟人的这个对话 后来警察说这是诈骗 但是我想的是 为什么很多人上当 这很多人都有这个需要 去窃听 比如说他老公 或者是他的朋友 或者他的竞争对手的手机电话 你知道我就感觉到这个民族 这个这个这个反正很多 我我我我们内心深处啊 有一种不择手段的东西 这个啊 我我过去我们 我我现在慢慢看历史 我明白了 其实啊 结果是暂时的 过去我们往外认为 结果是长久的 手段是暂时的 正相反 手段留下的影响 才是长久的 比如说 咱就说这个毛主席 你可能不知道在讲什么 咱们毛主席 咱就按三期开 咱就讲他这三分错误 晚年的这个错误 对吧 呃 假设他的目的是良好的 我要打倒走私派 但是你看当时啊 他没有选择正常的 正确的这个手段 于是你看了没有 他追求的结果 比如打倒刘少奇 其实不到几十年啊 就翻过来了 刘少奇平反了 这个结果很快过去了 可是他当时采取的这个手段 就是说 为了达到我的一个目的 我可以不走组织程序 是吧 可以这个 就在革命战争年代 咱们可以讨论 对吧 为了你死我活的时候 或者说民族威亡 也没有 也没有 中国在战争当中 也没有用恐怖主义 比方说我们没有 把毒气放到东京去 在抗战的时候 都没有这样做 对不对 所以说 就说 我就觉得 要警惕这个事情 历史上多少次 都是在这样 就以为 我要追求的 这个这个理想的目的 他最后是 现在我朋友 有两地车牌的 他们在海关 都给他们装了一个 过关的一个东西 整天 我朋友的车在香港开 那个机器 整天绿灯闪拉闪的 它开到一定的地方 比方说 开到海关的时候 它那个机器 突然就会说 欢迎 什么入境 就是说 就是说 马上就会有普通话 发出声音 所以我朋友 现在啊 他自己交女朋友的时候 他说 我得把这个机器给摘了 我没准 他什么时候 就可以听到 你知道这些都是 对手段的问题 目的可能 就是为了保护你 我知道那个盒子 肯定是个GPS 它可以追踪到 你在什么地方 至于它能不能 听你的对话 能不能监控到 其他的东西 那我们不知道 不一定 但问题是 这些手段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要是没有 法律的制约 你刚才讲 那么多人 装窃听的东西 这个除了人心 大大的坏了以外 还是要是 没有一个法的制约 就是说 它脑子没有一个概念 我丁二奶的电话 是犯法的 对 你想 没有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 我觉得这个手段 一个是说 手段本身如果被推翻 能够证明你整件事情 是错误的 比如说 你说在委内瑞拉 这个 这个 说要走 但它的手段 是制造穷人 不是说从别的地方 你这个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我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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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的